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语句与数据结构应用 在前几周的时间里面我们已经讲到了Python的基本的数据类型 数据结构以及控制流语句 今天我们就是来讲一讲在我们的平常的编码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 以及经常使用到的,也就是一个反复加深记忆的一节课 然后我们就直接从第一题开始讲题 今天我们首先讲到的是一个最基本的迭代 大家知道在Python里面有很多的数据类型和数据结构 大部分都是可以迭代的 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个字符串 我们这边假设有一个字符串是ABCDEFG 如果我们想逐一的输出它每一个字符 我们就可以用一个迭代的方法 我们用for来使用 I in A 然后我们输入它的每一个字符 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的每一个字符取出来了 同样的我们定义一个List 然后呢,我们想要把它的每一个值达出来呢 也可以用for的方式 大家可以看得到 在后面呢,我们使用for来依次的迭代它的每一个值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输出了 输出它里面的所有的数据 接下来是字典 我们的字典呢,是数据结构里面的一个不可变的对象 当你定义完以后呢,它就不可修改了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这边呢,则可以依次的用for这个方法 将我们say这个数据对象里面的数据呢 逐一的迭代出来 它的迭代方式呢,是从左到右的啊 因为它是一个序列嘛 所以说的话,它会依次的把你的第零个值 第一个值,直到最后一个值 依次迭代出来 这就是一个迭代的规律 而像我们的字典呢 它则和上面的是不同的 因为字典它是无序的 我们首先来定义一个字典 字典呢,是用花括号扩起来的 它的基本单位呢 不是像上面一样,由逗号分隔 而是用键和直组成的 它的键是不可重复的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例如,我现在定义了一个完整的字典 我们把它输出出来 如果我们呢,在里面定义了重复的键呢 大家看一看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大家可以看得到 虽然我们定义了两个不同的KeyR 而它呢,则会取我们最后的KeyR 如果我们再去重复呢 大家可以看到 也就是说,假设你同时定义了很多个同一个键的值 这样的话,字典只会取最后一个 而不会帮你把所有的你定义的同名的键值给输出出来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 在字典里面,键是唯一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接下来我们对它进行一个迭代 我们可以使用字典里面的KeyS的方法 这样的话呢,它会将你所有的键集合成一个List 我们输出一下它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面所有的键呢 则按照用Ford的方式逐一的迭代了出来 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KeyS的结果是什么 进入命令行 我们在命令行里面定义一个同样的字典 使用KeyS方法呢 它则会输出一个List 这List里面的每个单位呢 则是你的键 它还有一个方法是 而这个方法呢 它则是逐一的输出 由你的键和你的值汇成的原主组成的List 所以说如果我们想同时输出它的键和值的话呢 我们可以使用 这样一个方法 接下来我们输出它 大家可以看到 键和值的话就可以同时通过Ford迭代的方式 结合了它的字典里面的内置方法 是很容易输出出来的 我刚刚讲到了字典它是无序的 那如何为字典去排序呢 排序的作用我首先要讲一下 比如说我们的字典里面 它有一个依次从小到大的一个Key 比如说我这边上一个代码 这里面呢 这里面呢 有一个它的键则是英文字母 而值呢 则是一个相应的英文字母对应的字符串 这里面呢 我希望它输出的时候 它能按照我的这个键的字母从小到大去做一个排序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方式 比如说单纯的输出 看看它的结果是什么 它呢 不会因此排序 因为字典是无序的 那我们如果要进行一个排序呢 首先我们得先将这个字典转变成一个list 如果说我们是要用它的键去排序的话 那我们首先可以把它的键给拿出来 也就是我们刚刚使用的keys的方法 我们将它变为一个key的list 然后呢 我们对这个list进行一个排序 这里有一行代码 因为我们的list呢 它是可变的数据对象 所以它支持原地修改 你就不需要再将它复制给一个新的list了 进入它的一个排序以后呢 这里面我们输出一下 看看它是否已经按照了我们想要的一个格式 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sort它的内置方法本来就是从小到大的 它的默认呢 则是按照这个小写字母的从低到高的一个排序 这里面我们已经将它的键给排序了以后呢 我们呢 在下面就可以直接 从这个key的list里面去做一个迭代 接下来我们改一改这后面的y的输出 我们来看看结果 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的话呢 我们首先将它的键值先反转为list 在list里面呢 去做一个排序呢 再把它进行一个迭代 从字典里面找到排序以后的每一个键的值 这样的话呢 对字典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排序了 在我们刚刚解决这个应用的时候 我们利用了一个字典的 由键去求值的一个方法 这边我们再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我这里呢已经定义好了一个字典了 如果呢我们想找到这个字典里面有关A 这个键的键值 我们则可以利用这个方式 如果是想找到C这个键值呢 我们则可以 照葫芦画瓢 这也是最基本的字典里面的一个锁影 因为键而去求值的这样一个方法啊 那我们如果想通过值去得到它的键是什么呢 这里面的话 在python里面其实没有内置方法的 而我们呢 则可以去考虑用一个什么手段来实现它 这里呢 我就给大家一个例子 我们首先来写下围代码 我们的需求是根据字典的值 去得到字典的键 那我们首先得明确 因为字典它其实就是一个锁影嘛 它锁影的是什么呢 字典锁影的是键 而不是值 那这样的话 我们要根据字典的值去得到它的键的话呢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利用它原生的 我们只有去迭代 也就是穷取 通过我们不断的迭代呢 则可以得到它这个值所对应的键了 这里面呢 我们还要需要考虑一点 字典具有唯一键 但值 却不要求是唯一的 却不要求是唯一的 毕竟假设我这里有个A啊 这个字典 我可以要求它每一个值都是一样的嘛 因为字典它只是要求你的键是不同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带来第三个问题呢 也就是说 一个值 可能对应 N N大于等于1 个键呢 这样的话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做到一个 将它所有的值 对应的键呢 给它囊括下来 这样的话才能做到一个准确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直接上代码了 根据我们这个尾代码的一个需求分析啊 可以看得到一个值 它可能对应N个键 那我们要存储 这N个键的话 我们肯定要先给它定义一个 list 用来存储 然后呢 我们以这个字典做例子 我们要查找的 是一个什么值呢 是一个哈哈 我们这里面把它改一改 让它有多个哈哈 接下来我们根据这个需求啊 也就是第一点 我们要穷举这个字典里面 所有的键值 然后找到我们想要的 我们用Full 我们先输出它下看看 是不是 依然是万年不变的Coding啊 有中文加Coding 我们利用了开始讲到的方法呢 直接把它的键和值给找到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加上一个if 判断一下 判断呢 它每一次迭代的这个值呢 是否和我想要搜索的这个值是一样的 如果是一样的呢 我就给它加到这个我们key list 也就是为这个对应的多值而准备的一个list 放入它的键 然后我们输出下它 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值所对应的多个键给找到了 在下节课里面我们会讲到函数 函数呢 则可以将我们现在的这个方法给封装一下 这也是我们下节课的一道C题啊 这样的话 以后你想搜索什么 直接放入这个函数 就可以直接返回一个key list了 在我们上一周末出的C题里面呢 有一些题目是排序的 然后我看到大家有一些不太理解 对这个sorted啊 其实sorted的方法呢 它是非常强大的 这边的话我就再讲一讲 例如我们有一个字符串 其实我们呢 就可以使用sorted的将它进行一个排序了 大家看一看它输出会输入什么 它呢 只会把这个字符串 给生成一个字典啊 一个新的list 这个list呢 则按照小写字母的从小到大的一个排序给做出来了 如果这里面有数字呢 我来看一看 sorted的它的一个规律呢 则是先是数字 然后的话才是字母 如果这里面有大写呢 多放几个大写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一个默认的规则 也就是先是数字 然后呢是大写字母 接下来是小写字母 依然都是从低到高来排序的 如果说我们要加上一个refers 加上refers以后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里面呢 也就是把所有的 刚刚的所说的排序呢 再由高到低给排一次了 我们接下来看一看key的用法 为了让大家更方便理解呢 我首先把上面这个字符串里面的数字给去掉 我们利用一个列表推导 将它里面的这个数字呢 全部给它清除掉 然后生成一个新的list 我们将list呢 再返回成一个字符串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的话我们已经把数字给清除了 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refers给去掉 接下来我们来讲讲key 这个可选参数 为了让大家方便理解呢 我先把这个a这个字符串里面的数字给去掉 我们利用一个列表推导式 我们先把下面给注视掉 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面的字符串呢 则不包括其中的数字了 这个列表推导式呢 还是照样的是分两步的 我们来写一些围代码 首先呢 是最里面的这个list 这个list呢 是个列表推导 我们将它还原一下 还记得我之前讲过 列表推导式是如何去理解的 我们先把for拿出来 for右边的这一块拿出来 而后呢 把if拿出来 当然之前我们得先定义一个新的list 接下来呢 我们将这个x啊 给塞到我们的新的list里面去 只要满足这个note的条件 记住冒号 说尽永不忘啊 这一段代码呢 和这里的列表推导式 其实是等效的 大家记住怎么去观察一个列表推导式 就可以反着推导运行出来 而后呢 我们已经生成了一个 没有数字的 新的字符串 接下来呢 我们依然对它进行排序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个排序呢 和我们之前讲过的 也就是说 是先是大写字母 而后是小写字母 从低到高排序 现在我们来引入一个 识区的一个类 然后呢 我们使这个key啊 按照识区里面的up啊 它的一个方法来排序 我们再看它的结果 大家这里面就可以看得到了 我们原先呢 它的默认的方法呢 是先大写再小写 而我们引入了这个key以后呢 大小写已经混合在一起了 这也就是引入了key的方法的原因 这个key的方法 其实你可以理解为 如下两个步骤 一 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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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假设我们的梭体的 现在我们已经定义了一个C的这个list了 里面呢有一个 辞去upper的一个方法啊 那我们其实也就是说 他要首先做一步 是 先把它里面的每一个数据 都经过一个方法的一个执行 也就是你的key里面的方法 然后呢 对这个新的list再进行一个排序 这就是key的可选参数的原理 不信的话我们可以来试一试 这边我们看到他输出答案是这个嘛 那我们呢 换一种方法 依旧用这个上面的列表推导的方法 例如我们先将a 利用列表推导 为他的每一个里面的数据呢 都使用这个 使去upper的这个方法 生成一个新的list的 然后呢 我们进行一个排序 我们看看结果是否一样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面呢 它的位置呢 的确是相对应的 当然了 我们这里是用了一个明文的方式啊 将每一个都变成了真正的大写 但是在sorted里面呢 它是一个隐性的转换方式 我们不可能每一次排序以后 就真的改变了它的大小写嘛 不过从位置上来说的话 大家可以看得到 其实就是这个原理了啊 以后你们使用这个key的时候呢 也就是说 后面跟着这个方法 其实它是对list里面的每一个单位 去做了一个这样的方法的执行 之后的话 再做一个排序 这也就是key的原理 所以说呢 我们 这一段代码 其实和这段代码 在排序的原理上面来说 是等效的 当然他们的结果的话 一个是显性的 一个是隐性的 这一点大家要区分出来啊 我们在字符串里面 常常会用到一个替换 将我们想要 修改的字符呢 使用一个replace的方法 比如说 我们现在就来做个例子 例如我们有一个字符串 接下来呢 我想把这个里雷呢 改为还没没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用一个replace 在后面呢 再跟上他要的一个字符串 这样呢 他就会形成一个新的字符串 将我们想要修改的这个字符呢 改成我们想要的 而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 假设我啊 对这个字符串有一些多的要求 比如说 我想将这个i呢 变为大写 而呢 将把这个里雷呢 去掉 去成imd 而这个时候的话 假设我们用replace的话 可能就会有点麻烦了 我们需要做两到三步 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 新的有趣的内置方法 就是translate和mectrans 我们直接上代码 比如说我们importstream啊 这是一个关键的一个模块 然后呢 首先我们把要替换的这个字符呢 来做一个标准出来 就是利用这个strim的mectrans 然后呢 我们写上两个参数 首先我现在要想把大写嘛 小写转为大写 那这边呢 我就可以这样去做 然后呢 这就是我们的替换规则 接下来呢 我们呢 就可以直接的使用这个translate了 我们先把这个规则引用 然后再把我们要删除的这个lay呢 放在后面 我们呢 在字符串里面 经常会用到一个replace嘛 因为我们想替换一些 字符串里面的字符 比如说 我们现在来上个代码 看一看 我们定一个字符串 imlilay 接下来呢 我们想把这个字符串里面的lilay 改为还没没 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用replace了 我们先把要替换的 字符串呢 放在最前面 然后呢 再跟上我们要替换的 替换成什么样子 就放在后面一个参数里面 中间用逗号分隔 这引入参数的一个规律 接下来我们就生成了一个新的字符串 就是im憨妹妹啊 然后呢 这里大家要记住了 我们的a啊 这个字符串 它是不可原地修改的 大家看一看 它仍然是一个imlilay 所以说你们修改了字符串以后呢 切记要将它复制给一个新的 字符串 这个时候呢 你才可以得到你想要的 一个替换后的结果 这个我看到有些同学在作业里面 就会犯这种错误啊 这个是低级错误 切记不能犯 接下来呢 我来给大家介绍 另外一种有趣的方式 这个方式呢 可能和replace比起来 稍微有些拗口 但是掌握了以后 可能在你的某些需求里面 会变得比较舒服啊 我们呢 首先 先import一个stream 我们利用这个方法的时候 得先import这个模块 接下来呢 我们来构建一个翻译表 什么是翻译表 等会我再给大家讲啊 翻译表的关键函数呢 就是make a chance 然后呢 我们要在里面跟上两个参数 这两个参数呢 大家要记住 它们的长度是一定的 是相等的 如果长数不相等的话 会出错误 大家看一看 比如说我这边有这样的长数啊 然后呢 这边两个 大家可以看到 它说必须要有同样的长度 这就是翻译表 接下来 然后我们先将它复制啊 这样看的话 看得歪东倒西的 我们将它复制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生成了一个翻译表了 这个翻译表的原理是什么呢 我们这边有两个字符串嘛 一个是一二三 一个是abc 然后这个翻译表的意思呢 就是说将一啊 将一翻译成a 将二翻译成b 将三翻译成c 它是逐个逐个的去对照翻译的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来进行一个字符串的替换了 比如说我们这边再生成一个新的字符串 然后呢 我们利用这个translate 先引入我们的翻译表 也就是g 我们来看一看 它输出了什么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边已经完成了一个替换了 而这个替换呢 和我们的replace是不一样的 replace呢 它呢 是进行一个块状的一个替换 而我们这个翻译表呢 它是一个字符一个字符的进行替换 我们来看一看一个区别 比如说 我这边改改成一个更好理解的 然后呢 我们将它进行一个翻译表的一个替换 我们输出一下 大家可以看得到 无论我这个一二三的 它是一个什么顺序 这边呢 都会完整的给你替换出来 如果我们用replace的话 比如说 我们这边 加上一个replace 这样的话 它也只能替换其中的一个 也就是说是相应的顺序的 而像我们的翻译表呢 它是逐个逐个的 只要找到了其中的一个字节 就会立刻的将它翻译成对应的字符 这就是我们的翻译表和replace的区别 接下来呢 这个translate呢 它还有另外一个参数 后面跟着的参数呢 也是一个删除的意思 删除呢 和我们的翻译表一样 也是逐字逐字的 给你去一个一个删除的 比如说 我们这边还是先定义一个 新的字符串 而后呢 我们在第二个参数里面 跟上我们要删除的字符 我们要删1 这边大家可以看得到 所有的1呢 全部被删除掉 删除掉了以后呢 它再将它转换成 翻译表里面的相应的字母 如果我们不用翻译呢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方法 我们新生成一个翻译表 这样呢 就是不需要翻译的意思 然后 我们还是 引入这个新的 不需要翻译的翻译表 然后呢 删除1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边就看得很清晰了 它把所有的1都给删掉了 如果我们删1,2,3呢 也就什么都没有了 记住了这里面的话呢 是逐字逐字的去删除 而不是删除 还有1,2,3的这个字符串 这里面大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要记住了 因为像我们的replace的话 如果要删除1,2,3 这样的话呢 它还是会把3,2,1和3,2,1留下来的 因为它的顺序和这个我们要替换的字符串不一样嘛 这就是两者的区别了 最后呢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语句啊 这个语句呢 也其实也是一个控制流的语句 但是这个语句面向进阶啊 所以我这边也只是给大家介绍一下用法 更详尽的一些原理 内部的一些设计 以及我们如何自己去制作这种位置啊 这样的话呢 我们要留在进阶课里面 今天就给大家先展示一下它的有趣的地方 我们拿一个open来做比较 像我们平常呢 这边先给大家全部注视掉 要打开一个文件吧 像之前的范例里面的话 肯定大家已经看过好多了 这里面跟上一个文件名 然后呢 再在第二个参数里面跟上一个模式 我们现在先写入一个文件 然后呢 将这个句柄啊 然后再复制给一个G 一个变量 然后呢 我们要写入一个字符串 如果呢 要控行 我们就加上一个-N 反斜-N 再呢 写两行 接下来呢 我们记住要关闭啊 这不关闭是不行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习惯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然后我们来打开 这个A.T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边呢 已经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一个输出了 然后呢 利用位置的话呢 它呢 是这样一个写法 我们使用位置语句 依然是空格 然后把我们要的这个方法呢 放进来 然后呢 我们 将它变成一个句柄啊 S G 和我们这句其实等效的啊 接下来我们write它 这边我们就不用W了 我们用A A的话 它的全名是APPND 也就在后面追加啊 然后我们来运行一下它 我们看一看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呢 已经追加了 这个吸吸吸了啊 这里面 大家对比一下 有什么不同 在上面这个写法里面呢 它呢 有个close 而且这个close是必须的 你打开文件以后 记得是一定要关闭的 而下面呢 这里面 不需要close 不是我忘记写了 而是 这个控制流语句呢 在这个代码块里面啊 你写完了以后 当你退出这个代码块的时候呢 它就会正给你关闭 你就不需要去考虑这个close的方法了 这就是这个位置的有趣的地方 关于位置的应用呢 在派上里面层出不穷哈 包括打开网页 还有的话 就是一些多线程 这些呢 都常常会有用到 所以说 了解位置 以后的话 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一些方便 省视的应用 毕竟拍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哲学 就是偷懒嘛 能偷懒就偷懒啊 偷懒能办实事 就是最好的 接下来我们这节课就讲完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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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